头晕脑胀浑身不舒服 可能是他在捣鬼 如果你平时总是头晕脑胀的 头蒙头发沉脑子不清爽 胸闷气短还有心烦 特别爱长出紧 走起路内呢好像发飘脚底下也没根 眼睛还干涩事物不清 对任何事也不感兴趣 事一多呢还容易头晕 老爱担心老爱紧张 还爱害怕经常的脖子这还疼 后背也疼 很担心自己是不是得了脑梗啊 心脏病啊 而到医院呢各种头部的核瓷 颈部的核瓷 心电图心脏彩招 该查的全都查了 结果没发现什么大问题 这种情况呢 有的人可能会持续几个月 或者是几年 反复到各个医院去就诊 但就是没有查出什么 气质性的病变来 视频前的你啊 如果也有这种情况 一般情况下中医认为 是由于你长期处于一种情质不随的状况 长时间的气质不畅 也导致了三交气质的阻塞 这一气周流 这气应该转起来 左升右降 但是他被迫就停运了 你就会发现越生气 他越难受 上述的各种不适就会加重 现在你清楚他是谁了吗 学会头上的三个动作 每天只要十分钟预防心梗和脑梗 每天需要十分钟的时间 你就能够疏通全身的血管 不出一个星期身体就会有明显的变化 你还不来学一学 今天就教大家这个动作 可以让血管变软 恢复弹性 避免发生堵塞 动作非常简单 我们可以用自己的大拇指 按揉两侧的太阳穴 这是第一个动作 第二个动作 也可以用手从头至头后面 到预诊到颈椎这疏通 用手按揉到后面 也可以用这个梳子 给它从前往后这样疏 尤其是疏到后脑勺这 颈部这多用力的去疏通它 这是第二个动作 第三个动作 可以用我们的手 撑拉耳朵 向下拽向上拽 总之把耳朵这个血液循环 给它畅通了 也可以用上我们的工具 给它按揉这些局部的穴位 包括我们曾经提过的一风穴 包括上边的这些经脉 给它顿通了以后 就可以改善我们全身的血液循环 这些动作能够帮助我们打通血管 预防心梗和脑梗 你学会了吗 心肌缺血出现这些表现 要注意教你调理改善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今天跟大家详细说一说 心肌缺血的成因 带来的危害 以及治疗的方法 心肌缺血呢 是指心肌供血不足 一些轻症的心肌缺血啊 会出现心慌气短 稍微一活动啊 比如说赶个车 跑两步 或者在厨房多干一点活 就会出现比较轻的心慌气短 还有一种呢是隐隐的疲劳感 再严重一些呢就会出现胸闷胸痛 我们把这个就叫心脚痛 疼痛的部位呢有以下这些 第一心前驱 心脏在人体的左前胸拳头大小 这个部位出现闷痛就是心脚痛 一般持续不到十分钟 经过休息或者是含三身低丸 就可以缓解 有的呢偏胃这个位置上 有一部分患者呢 还会觉得是以胃疼表现出来的 这样就容易误诊 以为是胃疼呢 一看呢是得了心脚痛和心梗 这种症状特别容易被遗漏 还有的呢是后背的疼 还有的呢会引起下颌的疼痛 咽喉的疼痛 出现咽喉部的紧缩感 严重的时候这种疼痛呢 会让人有冰死的感觉 以上呢就是心脚痛发病的部位 和发病的特点 通常寒冷生气劳累 就会导致症状的加重 我们用活血化瘤 理气止痛的方法来治疗 缓解血型瘤痣的这种情况 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呢 如果出现了以上的症状 要及时就医 以免延误病情 心肌缺血能自行恢复吗 心肌缺血呢 顾名思义就是心脏缺血了 但是心肌缺血呢 它只是一个症状 不是病名 心肌缺血能不能自愈呢 我们需要去寻找它的病根 首先要知道心肌缺血 它是怎么来的 因为导致心肌缺血的因素呢 会有很多 比如像关心病啊 心脏的半膜病 肺心病 高血压 低血压 都会引起心肌缺血 如果因为心肌炎引起了心肌缺血 这类患者是可以达到治愈的 轻度的心肌炎患者在休息以后 可以出现自愈的情况 但是在缓解期 并不建议增大运动量 需要注意量力而行 循序渐进 特别要注意休息 等缓解期过后 可以适当的再加强运动 如果是因为关心病或者是半膜病 引起来的心肌缺血 那自愈的可能性就不大了 必须使用药物甚至是手术 这些方法来进行缓解症状 改善远期的愈后 中医治疗心肌缺血呢 需要辩证论治 不同的患者出现的心肌缺血的原因是不同的 有的人呢 法力没劲 说话都费劲 如果是因为气虚血域引起来的心肌缺血 我们就要用意气养血 活血化瘀的方法 而另一些患者呢 是因为气质血瘀导致的爱生气 爱发脾气 那就要用行气活血的治疗方法 有的是因为寒凝心脉引起来的心肌缺血 寒到什么程度啊 有的患者说 对着这个欲罢烤 才觉得舒服一点 这种情况 我们就要温阳散寒的方式 虚的情况是多数患者都有的 气虚啊 血虚啊 阴虚啊 阳东虚 才出现了这些心肌气短 倦怠乏力 这一些症状是共同点 那该补阴就补阴 该补阳就补阳 或者一起助阳这些方式 总而言之啊 具体的症状 有具体的方法来治疗 手指出现这三个异常 一定要小心脑梗出现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脑梗是因为脑缺血缺氧导致的 容易发生的年龄呢 一般说在50到60岁以上的中老年身上 早期的症状呢 并不是很明显 只有一部分患者呢 会出现肢体麻木 头晕和全身乏力的症状 这些症状出现的时候 往往容易被忽略了 错过了最佳的抢救时间 其实呢脑梗来临之前 手指上会有明显的症状 如果手指上有以下的三个表现 要及时的去医院做CT检查 避免危险的发生 第一呢就是手指的颜色发黑了 如果发现你的手指颜色青黑色 说明这血管受到了损伤 血管会堵塞而影响了血液的循环 就会使得指尖这个地方呢 有缺血缺氧的状态 就导致了手指青黑色 第二呢就是手指的肿胀 突然出现手指肿胀 大部分情况呢 是因为你的血管堵塞了 因为血液循环不通胀引起来的 这时候就一定要及时的就医 第三呢手指会麻木 平时呢手指活动挺灵活的 又挺敏感的 突然出现难以解释的 手指就发麻而且不灵活 当然了这种麻的状况 也要排除有颈椎病的可能 因为手指呢是我们人体肢体的末端 最晚才能受到血液的滋养 如果血液供应不过去 说明中间道路堵了 才造成你的手指供血不足 就会导致手指肌肉无力呀 发麻呀 痙攣这些现象 如果你的手指有这么三个异常 一定要及时的到医院检查 以免发生严重的后果 学会头上的三个动作 每天只要十分钟 预防心梗和脑梗 每天需要十分钟的时间 你就能够疏通全身的血管 不出一个星期 身体就会有明显的变化 你还不来学一学 今天就教大家这个动作 可以让血管变软 恢复弹性 避免发生堵塞 动作非常简单 我们可以用自己的大拇指 按揉两侧的太阳穴 这是第一个动作 第二个动作 也可以用手 从头至头后面 到预诊 到预诊 到预椎这儿 疏通 用手按揉到后面 也可以用这个梳子 给它从前往后这样疏 尤其是疏到后脑勺这儿 颈部这儿 多用力的去疏通它 这是第二个动作 第三个动作呢 可以用我们的手啊 撑拉耳朵 向下拽 向上拽 总之呢 把耳朵这个血液循环 给它畅通了 也可以用上我们的工具 给它按揉 这些局部的穴位 包括我们曾经提过的 一风穴 包括上面的这些 经脉 给它顿通了以后 就可以改善我们 全身的血液循环 这些动作呢 能够帮助我们 打通血管 预防心梗和脑梗 你学会了吗 学会头上的三个动作 每天只要十分钟 预防心梗和脑梗 每天需要十分钟的时间 你就能够疏通 全身的血管 不出一个星期 身体就会有明显的变化 你还不来学一学 今天就教大家这个动作 可以让血管变软 恢复弹性 避免发生堵塞 动作呢 非常简单 我们可以用自己的大拇指啊 按揉两侧的太阳穴 这是第一个动作 第二个动作呢 也可以用手啊 从头至头后面 到预诊 到这个颈椎这疏通 用手按揉到后面 也可以用这个梳子 给它从前往后这样梳 尤其是梳到后脑勺这儿 颈部这儿 多用力的去梳通它 这是第二个动作 第三个动作呢 可以用我们的手啊 趁拉耳朵 向下拽 向上拽 总之呢 把耳朵这个血液循环 给它畅通了 也可以用上我们的工具 给它按揉 这些局部的穴位 包括我们曾经提过的一风穴 包括上边的这些筋脉 给它顿通了以后 就可以改善我们全身的血液循环 这些动作呢 能够帮助我们打通血管 预防心梗和脑梗 你学会了吗 这漫游早博呀 感觉到心慌气短胸门 走了一段路以后 时间长了 受不了 就觉得得休息一下 心肌供血不足 这个要把心肌供血给充足了 才能解决心慌这些症状 要把心气给补上来 才能解决你的问题 羊肉是血管狭窄的催化剂 这是真的吗 医生告诉你真相 秋天过了多半了 北方的暖气都来了 进入到寒冷的季节 该涮羊肉了 有人说 关心病的患者 少吃高脂肪的食物 这就有人说 羊肉是血管狭窄的催化剂 这个说法 到底是不是真的呢 我来跟大家说一下 我是首都医科大学 赵宇浩教授 从医40多年 临床上治疗 心梗 脑梗 关心病血管狭窄 这些心脑血管的疾病 我们来说一说羊肉呢 它是一个很好的滋补品 营养成分也非常的丰富 张仲景著名的当归羊肉汤 就是过冬欲寒的名方 但是呢 它被标上了心脑血管的催化剂 这一个标签啊 为什么呢 有句话呀 欲加其罪 何患无辞 因为有人认为呀 羊肉含有很多的脂肪 是反式脂肪酸 而这个反式脂肪酸呢 很容易造成肥胖 所以担心心脏病的患者 风险会因此加大 但是啊 经实验研究 每100克羊肉 其实含有0.4克的反式脂肪酸 中国居民的膳食指南当中 规定成人每天摄入反式脂肪酸 2克以内 你想想 所以结论是 适当的吃羊肉 不会对身体产生什么危害 但是吃法上一定要注意啊 感觉一说羊肉 就想起羊肉串来 那是真香啊 可是这种吃法 对心脑血管是真的使不得 最好呢 我们吃蒸的煮的这样的羊肉 羊肉呢 在中医里边有很高的地位 对于调理 体质须寒 阳须怕冷 像血须营养不良 都是很好的一个滋补品 对疾病的恢复 是相当有效果的 不想血管硬化 常做这三个动作 做了就管用 有一句老话讲啊 人与血管同瘦 那现在很多的人呢 明明是三四十岁的年纪 血管却老化到六七十岁一样 血管呢 连着全身的各大器官 如果血管出了问题 那肯定是健康的一个大问题 今天呢 就给大家分享三个动作 坚持做 可以保持你血管的弹性 使血管保持通畅 第一就是转脚踝 每天坚持做 可以疏通血管 预防血管堵塞 因为踝骨周围呢 有许多的血位 它还是我们身体内 气血流行的枢纽部位 经常转动呢 可以刺激穴位和经络 可以有效的促进血液的运行 保护血管不硬化 第二呢 就是垫脚后跟 垫脚是非常简单的一件事 但是它的作用却是很大的 可以帮助我们加速血液的循环 疏通血管的功效 同时呢 当垫起后脚跟来以后啊 保持一定的时间 保持身体的平衡 这也是让我们长寿的一个很好办法 第三呢就是腿肚 腿肚这个部位呢 有很多的经脉和穴位 腿肚这儿的气血通畅 等有效的促进血液循环 起到保护血管 预防血管堵塞的作用 那这儿怎么做呢 有人说可以经常的按摩 这个部位啊 自己不好用力去揉 你自己使不上劲 所以我觉得呀 会做是一个有效改善 腿上六条经脉的好办法 这三个动作每天可以多做几次 垫脚每天大概五分钟 在安全的情况下闭着眼做 这样呢 可以让你的平衡力更加增强 其他这两个动作呢 可以循序渐进的 从15分钟到30分钟 不要小看这三个动作 长期坚持会有很好的效果 什么样的人容易得关心病呢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如今呢 关心病的发病率越来越高 很多人都叫这个病是富贵病 那到底什么人才是关心病的高危人群 今天呢 我就为大家总结了以下这么几点 第一 有家族史 如果你的家人有患关心病的 那么你的关心病的几率 就会稍微的增高一点 第二 有高危疾病的人群 比如说高血压 高血糖 高血脂 高尿酸血症 这些患者 第三呢 长期工作压力过大 熬夜 抽烟 喝酒 少运动的人群 第四点 老年人 年纪越大 晃关心病的几率就会越高 第五呢 女性 尤其是绝经后的女性 由于激素水平的下降 会使我们身体造成一定的影响 得病的几率也会增高 关心病喝三种水 容易心脚痛 关心病呢 是大家所熟悉的一个心脑血管的疾病 这类患者啊 在喝水的时候 如果不注意 很容易诱发心脚痛 这第一呢 就是不能只在渴的时候喝水 当你感觉到渴的时候啊 其实血液都已经比较粘稠了 这种情况呢 身体里边发出的警报 如果你这个时候喝水 可能会加重关心病的症状 所以日常生活中一定要勤喝水 每次一点一点喝 没事的时候就要喝一点温水 来稀释血液粘稠度 第二呢 是不要喝冰水 水喝的不要太凉 如果是凉水的话 它刺激到胃 还会引起胃周边 以及心脏腹筋的血管的收缩 这种情况下 就很可能诱发心脚痛 第三点 就是尽量不要喝肉汤 脂肪寒的多的这种 如果纯蔬菜汤 比如像芹菜汁啊 那是可以喝的啊 关心病控制并不难 但是一定要注意自己的生活习惯 不然呢 吃药也很难得到改善 希望你能为自己的健康 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 如果有问题 一定要及时的就医进行调理 关心病患者日常带好这三个宝 紧要关头能救命 有关心病的朋友注意了 除了治疗我们关心病的这些药物以外啊 你还需要随身携带这三宝 不管是出门还是睡觉 都要带好了 关心病发作起来呢 不分场合不分地点 关键的时刻或许可以救你的命 那究竟带哪三个宝呢 第一就是硝酸甘油 舍下含浮一般两到五分钟就会减效 第二呢 速消救心 它是活血趋于止痛的作用 能迅速的缓解心脚痛 出现憋气胸闷 心前驱疼痛的时候可以用 或者是苏和香丸 第三个呢是射香保心丸 它主要是益气强心的作用 所以心脚痛发作的时候 舍下含浮也可以迅速缓解心脚痛 这三种药或者说四种 在心脚痛发作的时候 优先使用硝酸甘油 这三个药啊 不要同时用啊 不要叠加 可以交替使用 也避免产生耐药性 这三种急救药 只能在关键的时候使用 缓解以后 要及时的治疗 控制病情 不能把这三个急救药 当成是日常用药 你记住了吗 吃鸡蛋到底该不该吃蛋黄 有很多人说呀 血脂高了 连蛋黄都不敢吃了 今天呢 我给大家说说 蛋黄 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 矿物质 还有就是你惧怕的脂肪 但是它含有大量的微生素 蛋黄中的营养成分 这些微量元素 微生素 都对人体是非常有好处的 而蛋黄中含有大量的 这些不饱和酸呢 其中重要的是亚油酸 它可以帮助我们改善 血液循环 减少心脏病的发生 而蛋黄中的这些 磷脂 胆固醇和蛋白质 都是对人体新生代谢的 重要物质 可以帮助人体保持健康 另外呢 蛋黄中含有的这些 大量的微生素 可以帮助抵抗疾病 促进新生代谢 从而让人体保持健康 中医经典的用药中 有著名的 黄莲鳄胶鸡子黄汤 就是用蛋黄作为药引子 当睡不好觉的时候 就可以用它促进睡眠 什么鱼不能吃 它会加速我们心脑血管疾病发生 医生告诉你真相 在我国 鱼代表着年年有鱼 也有财富多多的意思 所以被赋予了吉祥鱼庆的含义 当然了 近日这个海产品鱼不能吃的这个事实 大家都知道为什么 在这之前呢 就有报道 说鱼呢 被列为导致心脑血管疾病的名单中了 至于为什么说鱼会加速心脑血管疾病呢 其实啊 说的是这两种鱼 第一呢 就是腌制的鱼 腌制风干的鱼 虽然不是很新鲜了 但是呢 它因为更有嚼劲 比如说我们特别爱吃的臭鲁鱼 腌制的过程中呢 它会添加大量的盐 整个鱼 盐的含量就超标了 就会增加高血压呀 心脑血管的疾病 而在腌制的过程中呢 也会含有大量的亚硝酸盐 所以致癌的风险也会高 第二呢 就是油炸的鱼 高血压的患者最好不要吃 因为在油炸的过程中呢 会产生出反式脂肪酸 吃多了呢 会堵塞血管 血压也会升高 这两种鱼呢 是从做法上说 不利于身体的健康 会导致加速心脑血管发生 那么鱼的品种上 我们民间有这样的说法 什么鱼不能吃呢 比如说黑鱼 当然了个别地区呢 还有可能有不同的说法 说到鱼呢 会有许多话要讲 还没说完的地方 大家可以在评论区写出来 关心病做到四不碰 五不要 胜过一大把药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关心病除了及时的干预治疗以外 在生活中 要做到四不碰 五不要 中老年人一定要看完 这个视频很重要 这第一呢 就是不碰油腻的食物 日常饮食要清淡 可以多吃一些新鲜的蔬菜呀水果 可以适当的摄入一些瘦肉鱼肉 第二呢 就是不碰冷饮 在气温高的时候啊 血管处于扩张的状态 如果进食冷饮 就容易让胃肠突然受刺激 这样呢 也会引起全身的血管的收缩 血压出现急剧的升高 容易诱发心脚痛 第三呢 就是不要碰糖 摄入过多的糖 容易引起热量过多 在体内转化成脂肪 会引起血脂的升高 第四 尽量的去远离烟酒 那五不要又是什么呢 第一 不要暴饮暴食 关心病患者应该少食多餐 特别是晚餐 不宜吃得过饱 第二呢 不要缺水 建议清晨起床之后 喝一些温水 或者呢 我们被称为阴阳水 昨天晚上的热水晾凉了 再加上今天新开的热水 对一起这一点你不清楚的 可以看看我前面的视频 人的一天进水量啊 一定要达到2000cc 你想啊 喝进来水才能更好的稀释血液呀 不喝水 那血囊不愁吗 晚上尽量少喝 第三呢 就是不要情绪特别激动 情绪过于激动的时候 容易时血压急剧上升 心跳急剧加快 心肌收缩增强 就会诱发心脚痛 这第四呢 就是不要复合运动 恰到好处的运动 可以让我们身体非常的舒服 心肺功能得到了锻炼 但是超复合的运动 对心脏就有害了 第五呢 就是不要太冷或者太热 这两种情况都会加重心脏的额外负担 以上这些呢 是导致关心病的直接因素 你记住了吗 判断血管堵没堵 这个检查既简单又实惠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血管一旦堵了 对身体的危害太大了 曾经呢 这样一位患者啊 就听取了我的建议 最终避免了急性脑梗的发生 这个检查呢 就是颈动脉和锥动脉的比潮 花费不上三位数就够用了 它能够早期识别颈动脉 有没有内膜增后啊 有没有动脉的周样硬化 有没有斑块 而且还能准确的判断出 斑块的大小 血管狭窄的程度 和斑块的性质 另外呢通过观察 追动脉血流的速度 血流量还能判断出 有没有脑供血不足 这样呢 医生就可以很好的判断 你的进展进行干预 预防治疗 防止急性的脑梗 脑出血 甚至是复死的发生 这时候有人可能会问了 如果查出来了 有颈动脉的斑块 动脉的硬化了 到底用不用吃药呢 吃哪种药呢 大家可以翻看一下我之前的一些视频科普 详细的告诉大家 同时也要注意 不光是依赖药物 平时的饮食啊 运动啊 都是非常重要的 去去除这些已经形成的病变 动脉长斑块 头上会先知 三个异常脑梗在靠近了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如果头部出现这三个异常 一定要警惕 可能是脑梗慢慢的在向前进 第一呢 就是出现了记忆力下降 颈动脉或者是追动脉有斑块 会导致头部供血减少 脑部缺血缺氧 长期就会造成脑细胞的功能下降 使大脑无法正常运转 导致有些患者出现思维迟钝 注意力不集中 记忆力下降这些情况 第二呢 就是头晕和头痛 长期的大脑缺氧 就会使患者出现头晕 还会反射性的引起血管的扩张 所以会导致头痛 第三的症状就是看东西有虫影 或者是事物模糊 头部的供血啊 用来支撑眼睛的用血 一旦头部供血不足了 眼睛就第一时间出现症状 控制视觉的中枢机能就会下降 出现事物模糊 或者是看东西虫影 有的人呢 会出现一过性的黑萌 在日常生活中 大家要多多注意 如果出现了以上的情况 一定要及时的寻求治疗 虽然说当前的医疗技术都比较发达了 但如果一旦出现了脑梗 瘫痪的概率还是非常高的 对血管比较好的水管 大家好我是赵语浩教授 人到中年以后 血管就在慢慢的老化 这个时候呢 一定要注意保护好自己的血管 预防动脉周样硬化 防止斑块的生成 血管通畅 对于心脏 对于大脑 极致生命都是非常有益的 所以饮食上呢 建议大家适当的吃以下的水果 第一就是富含有黄铜类的水果 比如像葡萄啊 猕猴桃 第二呢 富含有花青素的水果 像草莓 蓝莓 樱桃 第三呢 甲含量丰富的水果 像香蕉 橙子 第四啊 富含微生素的水果 比如像苹果 橘子 你记住了吗